上一集,通房丫鬟秋月得知爷将不回家,放下了抄书的压力,决定利用这段清闲时间集中抄经书。 谢儿对秋月的行为表示不解,认为他应该把经历放在关心爷的身上而不是书本。 大家好,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点赞,订阅并支持一下,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刚刚他还在跟谢儿在那说呢,今晚也估计也不会回来了,他又可以抄经书了,谢儿还在说,若是日后大人再有几房窃室,就他这不争不抢的性子,只怕是要失宠,哪怕他长得很好看,那是最好了,我倒是乐得自在,最好的到时候啊,我能被放出去,正好自由,他可太向往自由了。 他不想过这种被困在后宅的日子,之前做奴婢的时候,虽然苦了点,但好歹能时常回家,如今,怕是奢望了。 啊,主子你想被放出去? 可是,您到时候,还能再嫁人吗? 谢儿有些吃惊,没想到主子居然是抱着这种想法的。 秋月苦涩地扯了扯嘴角,有些无奈。 嫁人不嫁人的,我已经不舍望了,我只是不喜欢这种生活,犹如笼中的金丝雀一般。 若是一世如此,还不如早早,死了算了,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若是一辈子作妾,他宁愿去死,他不想过那种日子。 以色是人,最后人老珠黄了,为了孩子,还要去争去抢。 啊,主子,这话可说不得啊。 谢儿赶忙过来,捂住他的嘴巴,还配配了好几句说不吉利什么的。 不过自从知道他真实想法,谢儿从那以后就没再说过,让他多去见见大人这类的话。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他静静地抄书。 谢儿在一旁坐着衣服,时不时偷看他一眼。 没想到这时候,也居然过来了,秋月赶忙起身,谢儿回头看了他一眼,随后便出去了,还顺便把门带上了。 温玉恒一把搂住秋月的鲜鲜细腰,然后坐在了椅子上,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也在抄经书。 秋月只觉得肩膀一重,耳旁有道温热的气息洒落,他的身子一下子就僵硬了一下。 爷,不能在这里,得去您的房里,主君是不能睡在通房的房里的。 这不合规矩,明日他只怕是要被老夫人,又是一通教训了。 你在想什么呢? 我现在就没打算碰你温玉恒捏了捏秋月的小脸蛋。 轻笑道,秋月的脸蛋更红了。 他,这,不是。 既然你这么着急,那走吧只见他直接就把秋月一把打横抱起,还颠了颠,秋月被吓得,直接一把搂住温玉恒的脖子。 爹,我没有秋月说话的声音都低了,温玉恒抱着他就出了门,往灵虚院去了,后面的几人匆匆跟上。 若是以往,汐儿肯定是为自己家主子高兴的,只是自从知道了主子的心思,这就没那么高兴了。 小脸都板着的,汐儿姐姐,你怎么一直黑着个脸啊? 在外面站岗的日光,看着今晚心情不是很好啊,汐儿有几分疑惑。 汐儿白了他一眼,一点都没理他,他的主子都想去死了。 他还管什么是不是大人身边的小丝,以往他都是想着,为了主子也要跟他们打好关系。 如今想来,主子都想失宠,他今日心情还不好。 日光被白了一眼,有一些莫名其妙,他挠了挠头,想着女孩子心情总是会不好的。 随缘吧,秋月早就洗好了,温玉衡不想他累着,就自己洗了,让秋月先在一旁坐着。 秋月觉得,这时间还要很久,就接着抄经书了。 温玉衡洗完澡出来,就见他还在那抄书,不由得有些奇怪。 这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这么爱抄书? 你就这么爱抄经书吗? 小小年纪的,就要选那些心虚之人,求神拜佛抄经书吗? 秋月被他的言论惊到了,心虚,说的是老夫人吗? 秋月默了默,要怎么告诉爷? 那个心虚之人,就是他娘呢。 爹,奴婢是想着,多抄些经书,给老夫人送去,让他能喜欢我一点。 奴婢,只是想,接下来的话,他也不知道咋说了。 不过在温玉衡听来,却是大不一样了,他嘴唇微勾,低下头把秋月的脸捏住。 小丫头原来是为了讨好我娘啊,倒是有心了,想来这小丫头,是为了日后方便生作妾室做准备吧。 他如此努力,他非常的高兴,秋月听了这话一愣,也好像是误会了。 对了,爷,我刚刚找纸张的时候,看见那个画像了,秋月只得转移话题。 他直接就扯到温玉衡新带回来的那个画像,感觉有些似曾相似,明明没见过那个人。 被他这么一提醒,温玉衡就想起来了。 他拿出另外一张画像,递到秋月的面前。 你看看,这两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他倒是忘记了,他的小通房还有这方面的本事。 秋月接过画像,仔细地看了起来,又经过对比,然后摇了摇头。 爷,奴婢看来,这两个人不是一个人,他们的骨像不一样。 但是,他们之间,有一个相似之处秋月自小,就有一种认人的本事。 哪怕是经过改装,他还是能通过相似之处,一眼看出来。 嗯,哪里相似? 如今看来,这两个人确实不是一个人了。 看来是个团伙,做事的人还是不少了。 爷,您看,这个人的眼睛,我之前说是假的。 她的脸上,眼睛不应该是如此,而这个人也是如此,她的眼间距也是偏宽一个人眼睛偏宽,两个人眼睛也偏宽。 只有两种可能,两人都对眼睛进行改装,或者说,只一容了眼睛部分,这是为什么呢? 嗯? 她的眼睛,也是不正常的。 是的,爷,他们两个人的眼睛,都经过变装了。 只是我不理解。 为什么一容只一容眼睛,还往小了变照道理来说? 一容应该是怎么自然怎么来? 这个人为什么要变眼睛呢? 秋月有些百思不得其解,只对眼睛进行变装,除非他们眼睛见不得人。 或者,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温玉衡也想到了这点。 正常人易容,怎么可能只易容眼睛部分,除非他们的眼睛与他们这边的人很是不同。 突然,温玉衡就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秋月有些吃惊地抬起头,不是中原人,她赶忙低头又看向画像,但是又皱了皱眉头。 爷,若是说,这不是中原人,还能是哪里人? 奴婢只知道,西域人或者是罗刹国的人,他们的眼睛与中原人不相似。 只是看这长相,西域人的可能性大一点温玉衡,没想到,她居然懂这么多,居然连罗刹国和西域都知道。 还知道他们的容貌特征,她不禁问道,你见过西域人? 见过呀,小时候爹爹带我在大街上看过杂耍,里面就有一个西域人,当时爹爹就跟我说。 西域人的容貌,与中原人极其相似,只是他们鼻子更高,眼睛更深邃。 有些西域人的眸子颜色不同,而罗刹国的是红发。 高鼻梁,甚至连胡子,眉毛颜色都与中原人不同,秋月理所当然地说道。 温玉衡倒是没想到,她的小通房的爹爹,见识还挺不错的,他诞生道。 那你的爹爹,倒也算见过世面,说道爹爹,秋月的脸一下子暗淡下来了。 若不是爹爹早逝,他也没必要卖身,他的哥哥肯定有人管教。 是啊,我爹爹是个秀才呢,还是会员呢,虽然他没见过爹爹中了秀才的画面。 不过想来,当时的爹爹必定是意气风发的吧,只是后来只能说命运弄人啊。 哦,那你爹爹的才学,应当不错才对,为何后面没有继续参加科举? 若是,若是中个近视,与他是同僚,他就能娶这个丫头为妻了。 想到这里,温玉衡不由得一愣,他居然,想娶这个丫头为妻,不过想来也是正常。 他至今就看着小丫头顺眼,他单纯没什么功利心,我爹爹本来是要去考取举人的。 只是恰逢我爷爷去世,我爹爹为了守孝,便错过了,接着便是遇到天灾。 举家逃亡,进了京之后,为了养家糊口,也就没机会再去考学了,他也曾幻想过。 若是爹爹考中了近视,他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不过现在,想那些无法实现的事情,也是枉然了。 丘月爬起来的时候,只觉得身子发软,昨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大人带到了床上了。 张嬷嬷照例来敲打丘月,又赏了婢子汤,顺带,还阴阳怪气地对丘月说道, 对了,软娘子,您经书抄得如何了?可别耽误了老夫人的事啊,要不然,话还没有说完呢。 丘月就把抄好的经书递到张嬷嬷的面前,让她直接闭了嘴。 张嬷嬷,这是我这两日抄的经书,有三日份了,有劳张嬷嬷帮我转交了,张嬷嬷吃惊了, 拿起纸张翻了翻,她又看不懂字,但是看分量应该是没问题的,不但她看不懂字,老夫人也看不懂, 她被这么一惊,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得带着东西,气呼呼地走了。 小贱人为了勾搭少爷,这是不要命的抄啊。 主子,既然您不想做妾,那您何必抄经书呢? 还不如让老夫人心生不满,早早把您赶出去得了意想到主子说的, 一辈子当妾,还不如自尽呢? 像现在一门心思都是,怎么让主子失宠? 傻信儿,老夫人看我不满,只有让人打我,没有大人点头,她是不会赶我出去的。 更何况,我的娘现在养病吃药,还得靠着温府呢? 至少我得受宠个两三年的,攒了钱再说秋月也没想到, 信儿居然会想让她用这种办法失宠。 她有些无奈,老夫人虽然是爷的娘,但是说白了,还是靠着爷才有今时今日的身份地位, 想来也不会在爷姓头上跟她作对。 啊,倒是奴婢想差了信儿挠了挠头,真复杂,还好她只是个奴婢,不用想这么多, 那主子目前不想失宠,她还是对日光和月光态度好一点吧。 温玉衡下了巢,就去府衙那边找廖德凯,此时的廖德凯正在查资料, 见她过来,赶忙赢了上去。 温大人,您来了。 嗯?有什么发现没有? 温玉衡汉手,她需要府尹的配合,毕竟京城中,来了那些外来人口,她应该最清楚。 回大人,下官发现,近日京城来了一伙外来的商贩, 说是走南闯北的行商,卖的都是西域的货色。 只是他们此次,带来的货物,都非常的普通主要是来的不少人, 而且查了档案,近期老有一些西域的商贩, 以往没这么多,京城虽然繁华, 但是对东西的品质,要求很高的。 这些商贩带过来的东西,太过于一般了, 以至于他们待了好多天,都没卖出去多少,一次两次还好, 这么多蠢商人,那就很奇怪了。 我正好看出来一些端倪, 这两个人的眼睛, 你看,跟正常人眼睛大小不一致。 我猜他们的眼睛, 眸子的颜色, 与我们不同, 有可能是西域人温玉衡毫不脸红的, 占了秋月的功劳。 他的通房的事情, 没必要跟外人说, 让人想想, 也是不行的。 这,大人, 下官查到的那些西域人的行踪, 也是在案件发生的前几日进京, 然后在发生之后的当天, 或者一两日离京, 这也是他觉得奇怪的地方。 但是又说不出来什么原因, 如今看来, 倒是有可能。 了得凯又看了看画像, 他没觉得眼睛有什么问题啊。 温大人不愧是温大人啊, 就是厉害啊, 这都能看出来有问题。 他确实听说过一种易容术, 就是那些眼睛颜色不一样的人, 会想办法把眼睛变小, 从而改变颜色。 既然有此发现, 那下次再有西域人入京, 就让人一直盯着, 我会通知各地方的人。 小心西域人看来这事, 还真有可能是西域人坐下的。 只是西域人, 为何会针对他们? 看来朝中, 定是有人与西域人有联系。 温玉衡觉得, 目前的当务之急, 还得进宫跟皇上禀报一趟。 毕竟是关江山设计的, 还直指皇上。 廖大人, 其他的事情要麻烦你了, 我进宫一趟, 改日再过来, 或者你有什么发现, 即使让人通报于我想到这里, 温玉衡就匆匆地离开了。 廖德凯摇了摇头, 真的是多事之秋啊, 一不小心, 他们就得完蛋。 当秋月好不容易送走了张嬷嬷, 要去抄经书的时候, 周梦瑶又来了, 还是带了一些东西。 秋月心中默默地叹了一声, 又来了。 奴婢见过表小姐秋月, 默默地起身行礼, 心中有些无奈, 为什么又来了呢? 她还想努力抄书呢, 免得晚上又被爷问呢。 没想到, 自己倒是想安安静静地抄书。 这表小姐又来烦她, 她其实能感觉到, 表小姐没带多少善意, 只是碍于身份, 她也不能怎么样。 别如此多礼, 阮娘子你我早晚是姐妹, 不若你现在就称呼我妹妹 把周梦瑶热情地拉着秋月的手。 坐到一旁的椅子上, 秋月听了这话, 赶忙说道, 奴婢不敢, 奴婢只是奴婢, 可不敢与表小姐称姐妹, 她可没打算喊表小姐妹妹, 如此有违规矩。 到时候她告到老夫人面前, 她可是要倒大霉的。 周梦瑶自然没真心想与她姐妹相衬, 所以她推辞她也就不坚持了, 秋月心中微微松了口气。 对了, 阮娘子我见你日日抄书辛苦, 让人给你买了一些上好的笔墨纸验, 这样子能更方便你抄写一些说着周梦瑶便让人把东西拿了过来。 递到秋月的面前, 秋月有些惶恐, 她可是识得这些东西的。 表小姐, 万万不可啊, 奴婢可用不到挥墨啊。 这纸奴婢这边也有的秋月是认得的, 这笔墨纸验可都是宁徽摘出来的好东西, 她可不敢收这些东西, 更何况给老夫人抄经书。 用这么好的纸, 老夫人也看不懂啊, 你认得这纸的出处。 周梦瑶心思一动, 这小贱人没想到见识这么多, 她也是经过打听, 才知道一些文人才子, 都喜欢满宁徽摘的笔墨纸验, 因为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而且是墨有一种香气, 只有另外一种, 喝起来又是不一样的味道。 啊, 这宣纸不就是宣承的纸吗? 秋月有些疑惑地问道, 周梦瑶这才放下心来, 她还以为, 这个小贱人真的有这么好的见识呢? 是啊, 我想着给姨母抄经书, 得用好一点的笔墨纸验, 所以才给你送来。 我听人说, 用好一点的笔墨和纸, 抄写速度也会加快呢, 她故意这么说道, 秋月看出来了, 她是铁了心的, 要送给她这些东西了。 她只得装作一副真的马的表情。 如此, 秋月倒是要多谢表小姐的厚爱了, 见她一副土鳖的模样。 周梦瑶只觉得吐气扬眉, 小门小户的见肿, 不过这么点好东西, 就兴奋成这样。 这算什么, 我见你衣衫颇为单调, 就这么几件, 我特意给你送了些布匹过来说着话。 她就让下人把布匹送了上来, 秋月赶忙起身行礼, 有些惶恐的地说道, 奴婢多谢表小姐的厚爱, 只是这衣服是府里的规矩, 奴婢万万不敢逾越, 更何况这些布料实在是昂贵, 奴婢不敢她就差给周梦瑶跪下了, 这些布料一看就艳丽得很, 她若是穿上了, 只怕老夫人要她死啊。 她觉得周梦瑶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这怎么会呢? 我会跟姨母说, 这些布料都是我赏你的。 你放心大胆地穿就好了周梦瑶说什么, 都要把布匹塞给她, 她不过是为了养大这个贱人的野心, 到时候只要她以为, 得了主君和主母的宠, 就可以不用怕什么的时候, 就是她的死期。 不不不, 表小姐, 奴婢不敢, 奴婢不过是卑贱之躯, 怎么可以用这么贵的布匹? 这种布料, 在雍巢切实是穿不得的, 秋月自然是认得这布料的, 那可是绸缎啊, 还是戴暗纹的, 这种可是上等的锦缎, 只有家中的主人家才能穿。 她哪怕日后当了姨娘, 也是穿不得的, 除了宫中受宠的妃子, 王府的那些侧妃, 其他的妾室, 穿了被人发现了, 是要被说这奴婢心思不正的。 周梦瑶见她没上当, 心中不由得有些惋惜, 不过她也没打算真的把这么好的料子送给她, 只是想着, 万一这是个蠢的, 真的穿上了, 也省了她不少功夫, 可惜了。 那好吧, 不过这些布料, 你可以收下吧。 周梦瑶又让人端上来几匹布料, 看着虽然艳丽, 倒也不算多名贵, 周梦瑶摸着那些布料说道, 这些布料虽然不贵, 但是穿着却是极为舒适的, 而且也能让你看起来更加光彩照人,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愿意收吧, 秋月知道, 自己若是再不收。 周梦瑶只怕是要借题发挥了, 她只得低垂下脑袋, 逼宫逼静地接了过来, 奴婢多谢表小姐, 表小姐什么时候走啊, 都耽搁了快一个时辰了, 还在这, 她怎么抄输啊? 周梦瑶故意拉着秋月, 东拉西扯的一大堆的话, 就是不走。 眼看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时辰, 她也累了, 这才跟秋月说道, 好了, 我有些乏了, 你也歇着去吧, 秋月松了一口气, 赶忙起身相送, 等把人送走了, 她也是疲惫地坐下, 心中有几分无力。 主子, 这表小姐为何近日, 老是来送东西给您? 是为了在老夫人面前, 立个贤德的名声吗? 馅儿也很奇怪, 表小姐之前有多看不起他们家主子, 如今倒好, 热情地跟八百年没见的好姐妹似的, 这种转变, 真让人害怕,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能感觉得到, 表小姐心中, 只怕是有什么谋划的。 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身为奴婢, 还能怎么样呢? 秋月有些疲惫地靠在椅子上, 眉头微微地促起, 看得心儿都是一针心疼, 恨不得替自己家主子受过, 主子, 您就别烦了, 下次表小姐再来, 奴婢就以您病了, 把她打发了吧。 哪怕是被表小姐打骂, 她也要拦下表小姐, 每次过来主子都是很累的模样, 一看就来者不善, 还要装作天真无辜的模样, 该不会以为他们看不出来她眼底里的厌恶吧? 不必了, 她来必定是有她的目的的, 你若是不让她来, 还撒谎了, 到时候她告到老夫人那边, 我们都没有好果子, 撒谎, 只能拦得下一次, 不可能两次三次四次的, 若是次次撒谎, 他们不过都是奴婢, 还想不想活了? 好吧, 那主子您休息一下吧, 我看您今日也是辛苦了, 心儿听了她的话, 也只得作罢了, 她有些心疼求悦, 奈何自己又不识字, 没法替主子分忧, 不了, 我今日要抄的经书, 还没有抄完呢, 抄完了还要多写一些, 要不然只怕要挨骂, 这老夫人现在倒是没对她打骂之类的, 只是这日日抄这么多经书, 也是足以让她身心疲惫, 晚上还要伺候爷, 她真担心哪天就病倒了, 那奴婢为您泡点茶吧, 让你吃了好提提神信儿, 只有这点能为主子做的了, 秋月见她皱着眉头, 不由得摸了摸她的小脸笑道, 好了, 别愁眉苦脸的, 要笑啊, 多笑笑运气会好的, 嗯, 温玉恒进宫的路上, 见到了安府出宫的马车, 那安梅如见到她的马车, 不由得眼睛一亮, 当即就想去打招呼, 被她贴身陈嬷嬷拦了一下, 郡主, 不可啊, 当街拦男子的马车, 会对您的名声有影响的, 万万不可安眉如平日被宠坏了, 完全没想起这些规矩什么的, 被陈嬷嬷这么一提醒, 这才作罢, 她还是有些不甘心的说道, 若是我拦下她的马车, 被人看见了, 不正好争取她吗? 陈嬷嬷是安然娘亲的贴身婢女, 自从她们家小姐过世以后, 她就把精力放在安眉如身上了, 郡主糊涂啊, 若是男子拦女子的马车, 会被传成美坛, 女子的话, 则会被说成轻浮, 更何况奴婢听说, 温府的老夫人, 可是最注重规矩的, 更何况郡主您身份高贵, 使不得安眉如只是太喜好温玉衡了, 见到她就想凑上去说话, 没了自己的主心骨, 如今被陈嬷嬷这么一说, 也是清醒过来了, 她对陈嬷嬷最为敬重信任, 自从娘去世以后, 只有陈嬷嬷是真心待她, 宠着她, 所以她还算是听她的话, 温玉衡完全不知道, 刚刚她差点要经历一场闹剧, 若是她的马车被安眉如拦了下来, 只怕是会惊动皇上, 陈温玉衡叩见皇上, 皇上圣安进到宫中, 来到了尚书房, 温玉衡板板正正地行了个礼, 在上面的皇上赶忙说道, 玉衡你快快起身, 朕早就说过了, 只有你我二人, 你不必行此大礼, 真的是每次都不听话虽然是如此, 他眉眼间的满意, 是怎么也无法忽视的, 若是温玉衡真的对她不恭敬行礼, 只怕她才会不高兴, 是, 皇上温玉衡只是淡然地应了一声, 并没有反驳什么, 该守的礼节, 该做的本分, 她是一点不会漏的, 玉衡, 你今日又进宫来, 可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回报, 回禀皇上, 陈发现在我大雍朝境内作乱的, 有可能是西域来的人, 经过陈与京城府尹廖德凯的调查, 这两起案子发生的前后, 都有西域来的人他们大雍朝的强盛, 周围的各国都拜服, 加上他们皇上历经图治, 心胸开阔, 允许周围的国家的人, 前来做生意或者求学之类的, 所以, 无论是京城, 还是大雍朝境内, 都有不少其他国家的人, 只是西域的人, 有些跟他们的人, 长得非常的相似, 所以普通的老百姓, 不一定认得出来, 哦, 你的意思是, 西域的在我大雍朝境内, 闹出这些乱子, 是为了让百姓们, 不再相信朕, 皇上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他一向对外邦, 都是非常的开花, 也没有压迫歧视他们, 他们却如此对待他的信任, 皇上, 臣担心的是, 西域人与朝中的人勾结, 温玉衡向来不会独吞功劳, 比如此次查出这些苗头, 有料得凯的功劳在, 他也是会提一嘴的, 这也是朝中上下, 信服温玉衡的原因, 不过, 关于秋月的事情, 温玉衡却是不会说, 一个小小的通房, 有如此才情名气, 不是好事, 母亲只会更讨厌他, 玉衡, 你说这话, 可有什么依据, 皇上眯了眯眼睛, 对温玉衡的判断, 已有八成的相信, 只是他还是得问这么一句话, 回皇上, 臣目前还没有证据, 只是那西域人, 虽然有一些特殊的手段, 兵马却不是很强, 他们也没胆量直接兵犯我大雍朝, 更不敢妄想占领我们的领土, 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 与大雍的人合作他没说, 有可能是某位王爷之类的, 毕竟当今皇上最大的皇子, 也不过十岁, 不过皇子的母家, 邪天子以令诸侯, 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他们竟然是想败坏皇上的声望, 这种做法, 对于他们来说, 有些愚蠢, 毕竟暴君之子, 非天命之人的儿子, 能是什么天子, 所以, 最有可能是某位王爷之类的, 或者是某位有兵权的人, 皇上也是想到了这些, 不由得脸色有些难看, 玉衡, 朕今日就赏你一道金牌, 但不是名赏, 除非关键时刻, 否则金牌不可出, 关键时刻, 你可以直接拿金牌, 击杀幕后之人, 他是信任温玉衡的, 他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举子, 一路走来, 都是他在扶持, 不过他给他的已经太多了, 若是多了那道金牌, 只怕阎官要说三道四了, 温玉衡立刻就给皇上跪下了, 能被皇上赐予金牌的, 除了一些皇亲国妻跟一些老臣, 自大雍开国以来, 加起来不超过十枚, 温卿, 朕希望你全力查清此案, 不论背后之人是谁, 朕都不会放过他们, 哪怕是他父皇在世, 想要跟他抢皇位, 那也是想也别想, 温玉衡低头, 恭敬了应了一声, 臣子当尽心竭力, 好了, 温卿你退下吧, 温玉衡从宫中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他还有一些事情要查, 就没回行部, 而是直接就去了京城几处, 经常会有外来人口落脚的客栈, 他在马车上换了一身衣服, 改了一下装扮, 与他平日里的穿着, 有些不一样, 甚至整个人气场, 都改变了一些, 从马车上下来的, 是一位身着红袍, 手拿一把扇子, 头发也是半披着, 看起来像个浪荡的公子哥, 嘴角擒着玩味的笑容, 他的出现, 吸引了周围人的关注, 实在是他长得太好看了, 真真可谓是一个偏偏风流公子, 少爷, 这边请他稍微做了一些易容, 与他平日里的容貌, 大不一样了, 一旁的日光, 刚刚也稍微换了一下衣服和容貌, 毕竟他天天跟着温玉衡, 很多人都识得他, 嗯, 你小子, 不是说最近来了不少抑郁风情的美人吗, 快快带爷去看一眼, 温玉衡笑着, 用扇子敲了敲日光的脑袋, 看着确实是个喜好美色之人, 日光赶忙带着他往前走, 少爷, 别急, 昨儿个奴才还看见, 这里有西域美人在表演呢, 此地不单有西域的商人来做买卖, 也有一些人, 运一些美人过来, 说是表演歌舞的, 毕竟西域美女能歌善舞的, 实则是贩卖人口的, 表演过程中, 有人被看上了, 就会去跟买主谈话, 然后双方说个满意的价格, 就可以把人带走了, 不远处有音乐响起, 正是西域那边特有的音乐, 日光赶忙引着温玉横过去, 不远处, 几个衣着暴露的美女, 正在翩翩起舞呢, 只见她们都露着纤细的腰枝, 正不停地扭着, 周围围了一群年轻的, 年老的色胚们, 正在对着美人流口水, 有的还想动手动脚的, 不过, 老板非常的聪明, 周围用一圈绳子围起来, 只有付了钱的, 才能往里面站, 才能摸得到美人, 还可以坐着, 而且付钱越多, 就越多美人在她面前跳舞, 温玉横带着人, 直接就推开人群, 直往中间的位置走去, 一些人见她衣着华丽, 知道她身份非凡, 便自动让开了, 走到最前面的时候, 就被人拦了下来, 温玉横皱了皱眉, 日光便立刻抬起头喊道, 你们让开, 别碰到我们家少爷的衣服了, 就你们, 陪不起我们家少爷 一块布料一旁的老板, 也是个西域人, 卷发, 黑眼, 阴勾鼻, 他还是识货的, 一眼就看出来, 温玉横的衣服, 是最名贵的赎锦, 赶忙谴媚的上前, 嘿嘿嘿, 这位爷, 我的这些没眼力见的东西, 怠慢了您了, 不过我们这有规矩的, 要再往前, 须得付一两银子, 想要美人在您面前跳舞, 得十两呢, 他搓了搓手, 虽然非常的毕恭毕敬, 却也没让他们进去, 日光, 毫不迟疑地丢给他两块十两的银子啊, 翻了个白眼, 可以让我们过去了吧, 我们爷可不需要他们凑太前面了, 须得我们爷, 看顺眼的, 才能凑过来, 免得脏了我们爷的眼, 那老板见对方出手大方, 当吉乐呵呵地带着两人进去了, 还给他挑了一个不错的位置, 温玉横便立刻坐了下来, 温玉有人到前面坐下, 那些美人立刻扭着腰直就过来了, 特别是看到来人的长相的时候, 他们更是眼前一亮, 就这长相气质, 别说有钱了, 不给钱他们都想过来看看, 有一个胆子大的, 手就要伸过去聊一下了, 被日光直接拍开, 去去去, 说了我们少爷不同意, 就别凑过来, 站远一点跳, 跳得好的, 我们爷重重游赏, 顺子, 别这么粗鲁, 都是一些美人, 你温柔一些话虽然是这么说的, 温玉横却没有出手阻拦, 也没有让他们上前, 那些美人只得往后退了几步, 又开始扭着腰支跳着舞, 只是, 面前坐着的红衣公子, 虽然嘴角擒着微笑, 却也没开口让他们上前, 甚至还有一些兴致缺缺, 外面围观的那些人, 看着这些美人可馋了, 偏偏坐在前面的温玉横, 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 很快, 日光就挥了挥手, 让那些女子都一边去, 又朝一旁的老板招了招手, 老板赶紧凑了过来, 公子, 有什么吩咐吗? 温玉横摇了摇扇子, 抬头嘴角带着笑, 看着那老板, 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我曾听说, 西域美人各个角色, 如今看来, 不过如此, 老板你就没有好一点的货色, 那老板一看他, 就知道以他的身份容貌, 只怕是身边美女不断, 这些雍之俗粉, 在普通人看来是大美人, 在他这完全不够看, 而且瞧着这位, 通身这气质, 只怕是某位达官贵人家中的嫡子之类的, 甚至皇室都是有可能的, 公子好眼光啊, 不瞒公子, 我这还真有极品美人, 只是, 嘿嘿嘿, 他又搓了搓手, 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了, 日光又丢给他一张一百两的银票, 颇为不屑地说道, 不就是钱吗? 我们爷多的是那个老板, 赶紧接过那张银票, 看了一眼, 赶忙点头哈腰的, 热情地跟温玉恒说道, 爷, 您这边, 这边请温玉恒一收扇子, 缓缓地站起身来, 其浑身自带的风流, 引得一旁的美女们, 都不由得侧目, 只恨自己长得不够美, 那老板就卑躬屈膝地带着他们, 还时不时回头看看他们, 温玉恒随着他, 走进一旁的客栈。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 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